今天又有巴蛇到了 来 开箱 我觉得这个 它可以带出去了 它会粘我们的身体 什么来的 微色 对对对 我买几个 放抽一个 放外面一个 给它认这个声音 我的微色到了 吹一下 跟我们的很像 哦 这个是吹演演的 很小只 我以为很大个 结果是很小只的东西 这样吹 你来吹 哇 这个哦 是给大鸟的那种 但是很像我这个 小小只 还好啦 我今天就有看到 很多朋友留言说 阿宝 怎么养那么小只 应该要养那种大鸟啊 但是哦 我要跟你们讲 我是不敢养大女 因为大鸟 你真的 不容易照顾 而且还要 听讲是要 还是什么的 所以今天 我们讲的这一个鸟 这一个微色 我觉得 大鸟也应该是OK 好像都很方便带 挂在这一边 就可以 很像有一点 Fashion 我觉得 蛮不错 哦 它可以开的 可以啊 哦 它可以开的 然后你看 如果是开到这样 它可以调到frequency的 这样子 没有声音哦 然后如果锁的话 这个是比较低音 它长的话就比较低音 哦 它长短长短的声音会影响到的 还可以更短呢 它真的是可以tune的咧 你可以给它 你可以给它lock 然后可以锁上来 哦 这样子哦 给它开到最底的是个 比较尖的 啊 这个是比较尖的 好 这个可以调到frequency 鸟会认得到什么样的frequency 他们知道 我平常我的鸟哦 这样 它就会来了 笨笨 是不是 它会叫哦 开玩笑 要顺练它会听这个微舌 现在它还不会听 笨笨 它是认我的这个声音 笨笨 真的 笨笨 笨笨 笨 很痒 笨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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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它认它的名字叫笨笨鸟 才笨蛋 哈哈哈 OK啦 这个哦 我会把它的视频放在下面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击下面的链接买啦 哦 对 刚才有提到为什么不要买蛋鸟 下一集里面再讲啦 哈哈哈 拜拜 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哦 哈哈哈 拜拜